谢谢主持人 发言人好 中国新闻社记者提问 北京冬奥会已经圆满落幕了 运行的非常成功 得到了国际奥委会 多国代表团团长和运动员的点赞 明天冬藏奥会马上就要开幕了 大家很喜欢的雪荣蓉也要上岗了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中心社问了一个冬奥会的问题 我也很想说一下 讲讲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2月20号落下了帷幕 圆满成功 中国克服新冠疫情影响 兑现了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向世界奉献了一件 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北京冬奥会给我们留下了许多 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 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运动员 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挑战极限 相互鼓励 团结友爱 工作团队和保障人员 精益求精 庆心投入 确保奥运赛程 顺利进行 数以万计的志愿者 牺牲假期 夜以继日 用真诚热情 专业周到的服务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他们充满了青春活力 相互理解 携手努力 超越自我 追求卓越 完美诠释了 奥林匹克精神 明天啊 东场奥会 即将拉开帷幕 刚才记者说 雪荣荣该上岗了 明天呢 来自世界各地的 场奥运动员 将在赛场上 奋力拼搏 绽放光彩 北京冬场奥会啊 将展现 残疾人运动员 自强不息 顽强拼搏的 精神风貌 对推动 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会发挥积极作用 让我们啊 像关注 冬奥会一样 关注啊 冬场奥会 像喜爱 冰敦敦一样 喜爱 雪荣荣 我想这个 雪荣荣上岗 我们应该热烈 热情的迎接 雪荣荣上岗 我们啊 一起啊 为运动员加油 为冬场奥会 喝彩 我们呢 要进一步 关心和支持 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共同努力 在全社会啊 形成尊重 理解 关心 帮助残疾人的 良好氛围 最后啊 我们预祝 冬场奥会 圆满成功 让我们啊 携手 共努力 一起啊 向未来 向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